欢迎你再次观看《九云女经纹》 现在是台湾当地时间5月18日 台湾消息显示夏宇婷HBD牌创办人 福里人夏宇婷疯传1分39秒口交视频 并附上了相关现场视频 播过平台限制我们附上 有关此次台湾当地媒体中时新闻网 在近日的报道中提到 夏宇婷近日已是被AI换连 自成性爱影片 还外流各大社情平台已有不低的好温度 另外夏宇婷本人也在其官方IG发文提到 大家抱歉 不好意思 这样的情况真的不是我可以控制的 日后一定也还有机会再发生 今天浪费了大家很多时间来关心我的日常 像这样的信息恐吓奇才 不识指控 恶意造谣 谩骂信息 几乎天天上演 经济周围我也才刚去报案处理类似案件 我一直以告诉自己 做自媒体就必须承担 相对高的网路议论 但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些恶意 而停止善良 又或者 在网路上给予大家任何一点负能量 这种威胁和骚扰事件 层出不穷 而我能做的 只有努力调试自己的心态 目前的我也正在努力消化 而这次我鼓起勇气发生意才知道 像这样的事情不止发生在我身上 更多女生是因为这类类似的状况 而一直深陷其中走不出阴影 甚至要借由专业医疗才有办法入眠 我心疼她们 我心疼此时此刻的自己 我认为没有一个女生可以被这样对待 不好意思浪费社会资源 也非常谢谢 这次所有的正义使者 以及我强大的历史团队等专业人士 让我们能快速处理此事件 我还是相信所有事情都会有最好的安排 并附上相关历史声明 不过此事 许多网友评论提到 该问女士平常就在网路上分享各种的道路 图片 因此惯然重点 很关注 目前是台湾的一个大网友 我认为这件事不简单 台湾的媒体报道就像 复制粘贴式的 没有更深层的内容 继续有关下雨天 网路之星显示 保养品牌HPD创白人 在云婷号称拥有上映身家 拍摄的影片总离不开名牌 也常在设计上展触好生产 不过有关及产品服务的相关资讯 非常少